如果我今天輸入120分 或者輸入-20分 但不對啊 所以怎麼辦呢 第三個房呆的 就是要把這個把它擋下來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 第三個房呆應該是寫在這裡 應該要判斷在0到100之間 要怎麼防 所以特別主要 其實也可以拿上面這一段來複製改好了 其實理論上應該就是 如果 它 所以不是 就是它裡面的這個池有沒有 裡面的test 應該是 如果我要把它擋下來 是小於0 或者 大於100有沒有 或就空一個or 所以這邊打一個or 然後把這一行 我乾脆直接複製到這邊來改比較快 ok 然後這邊的話 大於100 這樣就不ok 因為小於0 0分可以 小於0 那就負的 大於100 那100以上 那就 所以 只要是這個或這個其中一個發生的話 那就應該幫我擋下來 應該怎麼 請輸入什麼 0到100之間 數字 的數字 ok 好這樣子 然後 一樣是vdcritical 然後由不要放上去 一樣set for 所以這個其實都一樣 這個sup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應該邏輯可以理解 然後再把第三跟第四通通貼上 這樣其實應該就完成我們要的 這個應該ok 大於100 兩邊顛倒沒有關係 然後這邊把它Ctrl C Ctrl V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的話 然後 ff 然後如果輸入是120分 負20分 然後 負60分 看看有沒有ok 新增 有沒有抓到了 這個刪掉 這個 因為這邊沒有加vd ok 這個又抓到了 有沒有 所以一定都要對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基本上 你如果沒有輸入正確的資料 他就抓不了